10月28日 北京彭润大厦国美总部的员工 接到了一份全员通知 当天下午 国美电器董事长黄秀红出现在台上 他不假掩饰 开门见山地表示说 公司到12月底之前只会给员工上社保 不会再发工资了 接着黄秀红批评了员工们近期的工作态度 认为大家缺少大局观 困难时期应不计得失与公司共进退 他接着还补充了一句 今后中长期工资发放也存在不确定性 会后将会出具一份承诺书 员工可以各自去找主管签字 事后一位国美员工说 这是违法了吧 就是变相逼人离职 我们所有人都不会签字的 但他也感到为难 因为如果现在主动离职 自己从上半年开始就已被拖欠了的数万元工资 是不是就追不回来了呢 根据国美9月27日公布的2022年中报显示 公司负债正乌云压顶 目前国美的总负债额高达了585.67亿元 其中需在一年内偿还的银行借款和其他借款 有229.02亿元 而目前公司的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仅为24.09亿元 同期经营活动现金流更只剩下了5535万元 比照2021年的21.4亿元现金流成断崖式下跌 公司内部早已留言四起 有国美员工表示听说老板在四处筹钱 要卖掉大楼 员工还听闻黄光玉日常使用的高级奔驰坐驾 和名下的一些豪车也被他抵押了出去 不过军卫或官方证实 更为严峻的是 接下来国美所倚仗的核心经营来源 国美电器门店还可能发生大规模收缩 根据中报显示 目前国美的门店包括旗舰店、社区店、新零售店 在内的共3825家 但是有一些变化还可能没来得及体现在中报当中 据《财西周刊》报道说 国美在2022年的第三季度关闭了旗下9成的门店 目前已关制不足500家 分公司也从40家合并撤销至30家左右 《财西周刊》同时还披露说 北京市政府于8月初开始介入国美资产重组 市金融局、商务局等部门为此成立了装门小组 并召开了两次联合债权人会议 但目前国美提出的债转股、资产抵债等重组方案 并未获得债权人积极反应 贷款展期与新增受信等谈判也推进艰难 自黄光玉获释以来 其一直牢牢控制着公司权柄 公司的大小业务均要由其过问 批复后才能执行小到十万元的合同 也少不了他的签字 如今这个情况已然改变 国美员工表示 自6月后就没有感知到黄老板参与业务 现在国美的各条业务线均已完全落入其包妹黄秀红的手中 6月这个时间点也是国美发生大规模人员流失的开始 国美内部员工表示 在此之前黄光玉显然没有放弃扭转局面的希望 年初黄老板还搞了一份董事长专案 劝说大家增持公司股票 让高管培训教员工如何在港股开户 在此之后国美便启动了降薪计划 以缩小开支 上述员工还透露说 从5月份开始公司发放薪资的体系就一团乱 从开始是公积金断角 后来是有些员工的社保也没有交 到8月才补齐 绩效薪资从过去的20%占比提升到了40% 考核全凭主观打分 扣分项非常多 到手后的薪水普遍缩水了20%到30%不等 6月以后员工的薪水发放被普遍压后 最近有员工刚刚收到了8月份的工资 内部传闻这笔钱来自国美门店 在11期间的家电销售费用 据国美中报显示 截止至今年6月底 国美零售的员工总数 从去年年底的32278名 降至了如今的25701名 从6月开始 国美各部门开始加大力度裁员 一名真快乐被裁员工表示 部门的人先集体裁掉了约20% 后来便是成辟的离职 裁员遍及国美的各条业务线 去年上线的打扮家新业务 也成了裁员的仲裁区 不过首批被裁掉的员工 被后来者视为幸运上岸的人 其中多数在8月拿到了一些赔偿金 8月之后 国美的裁员已经失序 公司在解约协议中表示 赔偿金将会推迟至10月25日 11月25日 12月25日分3批支付 而在9月底的新一龙裁员当中 规定的赔偿金发放 已延迟到了2023年的3月4月5月 还有员工透露说 或许是为了敦促大家自行离职 减少赔偿金的开销 还有被裁的同事遭到了公司的刁难 如寻找历史考勤时间瑕疵 或者是出租车报销不规范等问题 有员工被HR警告说 如果不愿解约 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被调 10月25日 在8月被裁的国民员工 本该收到第一笔赔偿金 但手机弹出的却是一条HR的微信 表示赔偿无法兑付 并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延后至11月12月2023年1月兑付 第二种是到12月底 一次性发放补偿金额 并表示公司将会同北京劳务仲裁 一起集体处理 但是许多员工已不再相信这些说辞 并表示将展开集体仲裁 成批离开公司的已不只有员工 还有大批高管和跟随国美多年的老陈 7月打扮家创始人崔健 CEO高飞离职 8月真快乐APP负责人丁薇 国美管家CEO曾知宁离职 9月国美历史上的两位公股之臣 国美投资CEO何阳青 国美电器CEO王威离职 而接手业务的除了黄秀红 已基本后继无人 据国美内部邮件披露 丁薇离职之后 其职位由来自快手的彭家童接职 但员工内网已查误此人 据真快乐离职员工透露说 目前真快乐从高峰期的2000多人 只剩下了不足100人 在做一些收尾工作 2021年底 黄光玉刚刚获释归来时 曾向智场置地有声地 抛出了一份 要在18个月内复兴国美的计划 在此口号的激励下 国美零售股价一度上扬至 2.55港元美股的高位 超过600亿港元的市值 还被市场细称为市 躺赢苏宁 虽然国美步步陷入僵局 风光也已烟消云散 截至10月28日收盘 国美零售股价 仅于0.13港元美股 据国美2022年中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公司营收为121.09亿元 同比下滑53.46% 净利润亏损29.66亿元 数据显示 国美目前的债权人 来自超过20家银行和信托公司 据财新周刊 从两家银行内部获悉 国美从渤海银行处 获得了半年的展期 而新业银行因国美在该行 有利息未付 到期贷款展期被拘 针对此次沉重的债务危机 国美在2022年的中报中 做出了风险说明 未来运营可持续性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已慎重考虑 多项计划和措施 以减轻财务困难 及流动资金的问题 2021年4月 黄光玉将棚润 大厦向江9号和国美商都三处物业近20年的租约注入国美领售 此举被市场质疑 贪薄了小股东的权益 并引发国美股价下行 此次针对该物业的重复操作 也侧面反映出黄光玉的资本操作空间 已接近前率寄穷 对于国美来说 相比于负债 当下更难解决的问题实质在于流动性问题 也就是经营收入的枯竭 记者走访了北京西坝河国美电器新装修的旗舰店 门店内客流冷清 不少大间家电都显示无货 还能购买的也大多是国美的自由品牌小家电 据国美内部员工透露说 从2021年底开始 国美电器门店开始与供应商 或许是因为急于筹措或占用资金 黄光玉打破了传统的销售周期 要求供应商向国美单独支付一笔数目不菲的展厅服务费 并一次性交付全年的费用 多数供应商没有接受这个条件 黄光玉便停止了货款交付 供应商也转而向门店断供货品 那么国美的经营现金又流向了何处呢 众所周知的是黄光玉过去一年对电商平台 真快乐APP进行了高举高打的投入 却反响寥寥 这也被市场普遍看作是黄光玉归来后策略的最大失误 在最新的国美中报中 真快乐仍然被描述为国美的新业务抓手 但据多名国美在职和离职员工表示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真快乐早已被停止了业务投入 3月31日在2021年财报会上 国美零售CFO方卫曾表示说 真快乐的年反问量4.41亿 月活超过4200万 日活达到200到300万 而多方资料却显示说 这些数据都是在一些广告推高之下 难以留存的假用户 其真实数字或小于官方披露的十分之一 据真快乐离职员工表示说 对于电商黄光玉并非孤注一致 他希望得到300万日活之后 自然形成商业化 同时给市场一个新故事 但具体到业务表现上 却是真快乐在过去一年中 先后模仿了直播 看一刀 赛事等多种热门模式 推广费用高昂 声量冷清 内部浪费严重 上述员工还表示说 真快乐失败的根本原因 还是在于黄光玉的犹豫摇摆 面对如此重重危机 黄光玉8月中旬 在国美内部发布了一篇长文 正面承认了18个月的复兴计划失败 表示我们对执行的困难 预料不足 但他又再次抛出了一个新目标 2023年实现较高盈利 并达到以往较高水平 2024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2025年明显超越历史最好水平 这封信的发出 伴随着国美不断流失的员工和高管 以及难以兑付的薪资和赔偿金 已经没有人愿意再相信黄光玉的复兴计划 而他自己也选择了用脚投票 不断减持着国美的股票 根据国美公告 9月14日15日两天 黄光玉杜娟夫妇就通过三次交易 卖出了15.28亿股的国美零售 共套现2.95亿港元 这突如其来的减持事先未经披露 直接引发了当日国美股价 超过20%的大幅下跌 到9月21日 国美零售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 总跌幅超过34% 据统计 从去年12月底开始 黄光玉夫妇已累计套现9.6亿港元 持股比例从61.5%下降到了42.8% 不过这些现金如果是要用来归还 国美微如雷卵的负债 已经是杯水车薪